好 開始第一個 S01那個先 S01那個 你可能自己double click 或者看著你們的大電視 或者是偶爾 refer 你們自己的 desktop 你們喜歡看之前那幾張 或者你們看之前那幾張 有些什麼問題的話 又可以進出 我又盡量去解答大家 好 剛才Building single network 我又很快跟大家再高規一下 其實Function of the network 其實怎樣為自己的computer network 就是因為我們的user 不會坐在一個地方 可能我們有些在office 有些是grant office 有些是main office 總部 有些是總部 有些是分部 或者是分公司 有些就是現在說得很貼近 就是work from home 經常都說work from home 我們有些home office 有些甚至可能在現在的所謂移動 移動器材比較流行的時代 或者不要交通 或者是你找notebook 是吧 都要出街註意你的時候 一樣都要 能夠拿到資源 所以所謂的中間就經過這個network 這個network是一個比較上 所謂叫做 就是概括了 就說不知你的network是無通的 但是什麼種類的network 那個network裡面的貼平是怎樣 或者是什麼功能 那當然現在是 現在是 depends on 你們大家是用什麼方法去結合 就是connect together link office和brand office 可能他們舉個例子 他們是要跟那個結訊商 做一些所謂的專線國賣的 我們anything 就是我們都要做一些專線 現在我們說其實好一些 不需要做專線那麼貴 我們就用一些叫做 nextro Ethernet 都會 都換式的Internet 都會買網絡 就是這樣 但當然就是nextro機是一個technology 但是那個電信商會不會包裝到它 我們就用另一個market currency 就是另外 如果我們說回 有些電信商可能 他們就叫做IPvn IPvn的網絡 其實都是一些 merchant event 就是我記不出來的人 都放了Internet 那個網絡 然後就去不同的地方 目的都是把我們不同的 辦公室 放在那裡 那些都算是 所謂private的 雖然在一個van上 但是它也都是所謂private 就是不是從公公 就是從公家的網絡 我們現在經常都看書 公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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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們的所謂private internet private internet private internet 可能要給人家 還有那些網絡 就怎樣 所以這個 這個network 那個其實是一個統稱 裏面可能就是 那裏面可能就是 Nexo TV 和我們private的 network connection 另外這可能是公網 譬如Internet 那裏面 那唯一一件事 最能夠的branch 就是 就是 你當時在公網或者 互聯網上做這些 接隔 一定要做這些 verical type 就是verical 我想大家 我上次不知道 或者是邏輯上做的 就是因為你在公網上 基本上 就一個competitive 或者你不做這些 的話 那你的信息 就沒有guarantee 是否安排 就是在這個 即是在這裏面上做tact 所以通常來說 如果我們說 我們公司上的資源 要分享 給我們的home office 或者務偶套 我想他們是和VPN 接隔下去的 那個所謂的network 那裏 那是verical type network 但是如果剛才說 metral e 就是電訊箱 幫我們佈置了 verical e 讓我們接下去的那些 那些 那些就未必會走 這些所謂的 因爲他們 基本上是 它們是 它們會幫我們分開了 不同的customer 在這個metral e 我們是各自為政 原來我會說 無緣無緣無緣無故 我會說 我們就去那個de-customer 那些都不是我公司的 我們都玩到很大件事了 一定不會發生的 即是說他們 如果只能給我們一個服務 的話 其實我們是付費 我們已經付費 就是一定是isolate 其他人的system 所以就不會像在互聯網 那裡 基本上 我們付費給互聯網的時候 其實可能是 都可以接隔著 到互聯網 但基本上 入到護理房之後 其實它是沒有太大的控制 你知道別人的信息 你可以嘗試進入別人的信息後面的服務 看看這個服務 後面的服務 所以我們說的 或者是公開辦公室 我們就相當近一點 一定很容易的 就能夠接觸的 好了 另外有些什麼固域呢 這裏大陸介紹一下 剛才說過 我們會在販賓室裏見到一些交易器 左手邊的Switch 右手邊的Switch 左手邊的Switch就放電源電源 右手邊的Switch 放著伺服器 放著伺服器 甚至可能放著一些AP AP就是Wi-Fi 你見到最右手邊的Laptop 就和那個AP之間的亂路是無線的 所以現在我相信越來越多就是二十元 我見到很多生理的辦公室 那些叫做Wired的數量 甚至是比Wired的數量少於Wired的數量 舉個例子 它可能沒張桌子 以前每張桌子 下面都會有一個Switch的 可以去測試 但我見到現在申請的那些辦公室 每張桌子下面是沒有Switch的 只是有電源的 只是有電源 但是沒有了Switch的 直到去到一些可能某些 meeting room 或者叫做lobby 可能有些地方才會變回Switch的 其他辦公室的Desk 下面都沒有Switch的 即是說它們是 Azomi user是在用Wi-Fi 用Wi-Fi 但無論怎樣都好 AP一定要有條線 一定要有條線下地下 AP 記住 AP一定會有條線下去的Switch 那這個應該是Wired的 Wired應該是少數量少多 但是不是代表無話 所以還是需要照顧Wired的 Wireless來說當然也要照顧 那些是另外一個所謂的opings 好了 什麼叫做交換機 交換機 我們都要上網 上網我們有問一個路由器 然後路由器再上去FIRROR 然後上去Internet 這個就是一個很簡形的設計 很簡形的設計 你說公司好像見不到這隻Rounter 但是看到一隻FIRROR 那可能這隻Rounter 其實內型就假裝一隻Rounter 但實際上我們要做一隻Mate XB的Switch 即是說它有Rounding功能的交換機 它有Rounding功能的交換機 其實我們都會把那隻比較功能強大一些 或者貴一些 就成為一個CoreSWitch 或者這些我們可能要做AssetSWitch 就是貼入一些Endpoint的Switch 還有一些所謂要用核心一點的Switch 核心一點的Switch 它可能是Rounter功能 我實在想要Lay-A-SWitch Lay-A-SWitch就是Rounding Lay-A-SWitch就是Rounding 想不想用這個賽博去這個網站 或者是想不想你用這種推動動 即是我想用FDP 你不是用FDP 給人下載的 它可能是Block了你 不想你用FDP 或者現在 不知道還有沒有 幾年前或者十數年前 突然應該輕輕的 什麼 DG DG 說你家裡用DG 那就沒有人來 人家在公司用DG的話 當然要下載 所以FDP 你用F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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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 DG就是一個監管 但是這個方面比較重要 好 接著那個Network上 也有些Corect 這裡介紹 譬如你怎樣去連述 一個Network 就是那些matrix 就是一個標準 通常就是Horology 就是你那個叫做規劃 規劃 有個Network Diamper 另外有些速度上的分別 就是有些放縮 可能有100Mbps 有些放縮 可能有1G 在Evernet 就是辦公室的Evernet 就沒有太擔心 因為我們最少都有行1G 就是你Wire的 那些速度就說 現在買到你的交換機 都說每個速度都可以給你用 這樣就不夠用呢 不夠用呢 是吧 但是去到Ware那裡 就反而真的有這個速度 經常都可以用到 就是在多廣 或者在家裡的官員 都會分開速度收短 你只行10Mbps 你只行20Mbps 你只行50Mbps 那些不一樣的價錢 還有在Ware那裡 就是剛才說 Mectory Band Sline 或者轉線 那些一樣都是 characterialized 來講的 比如說你總公司和分公司 那邊你可能行1G 的Listline 那你可能分公司1 和分公司2 行100Mbps的Listline 那都不一定要 就是用你吩咐 付費啦 就是那個Course啦 就是當然 就是你們的錢 那些技術那些技術那些 是一個never的啦 那Security啦 就是怎樣可以 關於Security啦 Awareability 就是它會不會呢 可能這個和你的SLA有關 就是和那個電信商 答應你的SLA有關 Service Level 比如說 99.99%都是Awareable的 就是一年 就是下降了10分鐘 或者是50分鐘 就是statistically計 就是統計上來計 不是說它真的 進去下降了10分鐘 那些50分鐘 這個就是效果的 那些問題 就是現在說 你可以expand嗎 你說never 就是它多數都是expand的 是嗎 就是多數都想要expand 沒有理由不想收縮的 是嗎 實在想 不想要expand的時候 那expand的時候 是否需要由頭去設計那個空間 如果你設計得好 其實你expand是incremental change的 就不需要有幾個存在的 這個就是good design 我們都是 reliably 就是數據傳訊的時候 會不會經常錯呢 有些never 其實它是什麼事都沒有的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它可能傳訊的時候 某些位置 它可能是有問題的 那些有問題 你會發覺它又不是很困難的 就是我們所謂拼它 它是很活動的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它送出去的時候 譬如我transfer的file 它經常都是要我transmit的 一路都說了 這些都是 就是因為那個 系統上的設定 這些 我們看了什麼 最通常我們會用哪幾種呢 就是ophority speed 和cost 做一個標準線 通常這些都會是 你compare 電訊箱 就是解釋了很多電訊箱 或者電訊箱裡面的 它告訴你 用Macron E的neesline 或者嘗試其他 可能NPRS的方法 或者說不用了 你用網絡配合VPN 都一樣做到的 那這個就是ophority 但是那個衝動 和那個成本 可能有一個比較大的出入 那這個都會是 都會是照顧的 好了 那這裡沒什麼東西的 這裡幫大家想要去製作 好了topology 那究竟如果我們通常在 我們只是說 我們會有哪些的 所謂的接駁方法呢 就把我們的電訊箱 和那些電訊箱 就是那些電訊箱 會摟到那些電訊箱 那你可能是bust b就是一個share的media 因為通常我們就是bust的totology 連這個totology 大家的information 通常都不會看到的 大家的totology 就是我們叫hub and stock 這個就是比較常的接駁 有時候在一些 譬如例如link office 和link office 其實都應該接駁 就像satotology的hub and stock 或者match的hub and stock 就是不同的hub and stock 都可以用商品來看的 但是satotology的hub and stock 就不知道是 大家要先回到中央那裡 然後靠中央幫我們 再round其他的地方 這個就是兩種不同的方法 兩種不同的方法 都有它的好處和不好處 就是中央的方法 第一就是省線 就是線就會比較少 第二就是中央的控制 都會比較好 但是不好處就是 如果萬一去中央那段路 有些問題的話 基本上整個那些輪 就是外面周邊的那些輪 就溝通不了了 就是可能會有些問題 如果full match 你會看到很多線 因為它是man to menu 傳承的 但是好處就是 你可以有限制的 就是可能第一條卡 它就經常走第二條卡 就是有限制的線 如果full match 就有很多限制的事 就是不怕 因為某些錢 內內有問題就溝通不了了 但是問題的成本就完了 所以很多時候都會是mixed 來用的 我們是hybrid的 就是有部分的Network 我們用SAR 有部分的Network 我們用Match 就是不要說 不要說一定要用四一檔 另外 大家要留意一件事 就是看Network diagram 有時候我們要用想像的 Physical quality就是這樣 我想這樣看圖 大家應該看得懂 我們switch 鑿著幾個device 我們中間這隻switch 就鑿著伺服器 是不是 這裡有個Rounder 還有一個對面的Rounder 然後最右手邊又有個switch 你可以當作 左手邊和右手邊的switch 就像兩個不同的Network 右邊這個是Network A 左手邊這個是Network B 還有一個sircle network 在中間那隻switch 是不是 但是怎樣為止 Physical就是這樣 但Logical就是要用想像力 通常就跟回你的data 譬如例如A去sircle A去sir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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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看那個physical diagram 很簡單 就switch了 它就switch了 然後跟著怎樣 它中間的東西switch了 是不是 然後跟著怎樣 就switch了 是不是 所以應該是經過 第一隻switch 第二隻switch上去sircle 然後反過頭 都是switch 去第一隻switch 然後再去下面的switch 然後再去A 是不是 這個就是physical 但是問題是 原來那個data 不是這樣走 那個data 原來是去中間的switch 要過去的rounder round round 然後才會繞著頭 那你說 奇怪 為什麼會這樣呢 這個可能就是 這個User A 那個subnet 和sircle那個subnet 就是 我們用回 IT Addressor去做 譬如 User可能是 192.168.1.0 就是那個never 而sircle可能是 192.168.2.0 你就這樣 隨便聽我說的 1.0和2.0 都已經兩個never了 兩個不同never之間 它們可以直接扣動 它們可以經過的rounder 直接扣動 但是線就只有一條 線就只有一條 不是有兩條線 所以現在它們要多謝rounder 然後再交換條線的那些範圍 當然中間裡面 我們會做一些 叫做inter V-land round 即V-land和B-land的round 就是剛才1.0 就是一個 我們就失禮了 或者我們現在是一個V-land 2.0 又是另一個失禮 或者另一個V-land V-land和B-land的round 要經過rounder 要幫忙 所以現在你看到 它們可以進去 兩條線 然後sirfer 要和A-tinker 又要進去rounder 又要進去rounder 目的是做了一個路由 路由 路由 因為路由的工作 是它們做 現在確實有很多switch 聽說我們說 有些ASB switch 就是它做路由的那個角色 如果它真的做到的話 那你見到那條Power 就真的好像B-signal 等於Logical 就是說這樣做了 這樣就可以做了 這樣就可以做了 就不用像現在這裡 但是其實 understand這個Logical diagram 或者這個Path 對於大家做那個 就是所謂Talus平 或者你的設計上 就是絕對有幫助 所以大家要記住 Logical的tapology 未必等於V-signal的tapology 那條Path 所以大家要用一下想像力 Logical真的沒辦法 這些by experience 就是要用一下想像力 不過不要緊 我們一會兒到時候再用到 Data的所謂Tapology 就是跟大家 會再探討這些東西 幫助大家的information 但是anyway B-signal 那個network diagram 都仍然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們如果做IT 在哪裡 第一時間 如果你真的做一個 network 叫做manager 這樣做上 你應該都要 make sure 那些b-signal 的network diagram 都要up 所以說 將來是 沒有人理會的話 就是那個tapology 都改了的時候 你的network diagram update的話 你就很辛苦了 真的都沒有辦法 處理到那個特派性 這個就是onever diagram 所謂的介紹 有些同例 有些同例 這些就是router 大家都知道 這些是swift 還有一些end point 是吧 你看到每一個 這些同例 其實就是各司各法律 這個怎麼解釋 就是你還要給它 pod的號碼 那麼這個系統 斜動這個意思 我說的斜些是斜動 flex 意思就是 現在都不用連結了 所以這個絕對著斜動 這是一個quart來的 你可能document到 在那個never diagram那裡就document到 那些quart 譬如你這部PC 插在哪個quart 插在哪個quart 你這部server插在哪個quart 插在哪個quart NFG是花絲文 花絲文是走一趟 但現在通常都在哪一趟 就是走一趟的 走一趟的 然後中間這裡 你也知道他們有IPS 192的一趟文社就說network 那個network的代表 network用一個number去代表 你可以叫這個network叫network1都可以的 但是network1來說是比較上什麼 人 人的血比比較高 但是我們如果技術上 如果network engine 通常就是 192.0.1.0.7.4 這個是它去告訴人 那個network的number 之後我們會講講這些number是怎樣 大家可以接受一下 但是大家可以接受一下 192.6 1.0 是其中一個number來的 尺寸24就是我們叫做 我們叫做純粹 或者是純粹的 它會變成基金 好了 點1和點2 就是左手邊這個知名 是192.168.1.1 右手邊這個知名 就是192.168.2 所以看到點1和點2 要配合中間這個network number 要配合中間這個network number 才可以知道它的眼鏡 就是左手邊的眼鏡 但是用這個方法寫 就比較想不用寫到左手邊